銀色小藥丸 銀色小藥屎啦 哪來的銀色小藥丸 不是一般都藍色嗎 欸 我怎麼聽 聽我朋友講說是藍色的 他說他之前那個家裡有一顆 呵呵呵 趕快推卸責任 我怎麼記得是藍色的 我朋友講的 都不是我 我沒有 我沒有 雖然我也真的沒有看過啦 沒有 銀色小藥丸 我只是說我聽過藍色 架子上掉下來了 為什麼 然後他一直都在這嗎 什麼東西 奇怪 為什麼不見了 找不到 哥哥你怎麼了 欸的我問你 我不在的時候你是不是有進來過 嗯有啊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舊懷錶 這裡給你看過的那個 嗯 我沒看見耶 奇怪 奇怪 到底跑哪去了 那個 哥哥可不可以先陪我玩 你沒看到我還在找東西嗎 那父親唯一送我的東西 要找不到的話該怎麼辦 哥哥 不好意思你拿走了 欸 我記得你之前一直希望我把懷錶送你 你該不會真的趁我不在的時候把 把它拿走了吧 藍色小藥丸 不是啦 我是說我只聽過藍色小藥丸 然後我朋友那邊好像有一顆 不是啦 我在講什麼 那個誰 那個誰 常常說那時候講什麼銀色小藥丸的時候 我說我沒有看過銀色小藥丸 我看 聽過藍色小藥丸 不是藍藍小藥丸啊 你不是講什麼 哎喲 差那麼多 我沒有 一定是你 除了你都還有誰 我只是要還哥哥書而已 我真的什麼也沒有拿 你不要再騙我了 肯定被你藏到哪去了 小時候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什麼事也都讓你 就因為你身體不好 還有捨棄很多東西 其實這些我都可以不在意的 可是 今天你去偷走我最重視的東西 哥哥你相信我 我真的沒有 都是你 欸 都是因為你 你一出生 父親都再也沒有回來過 母親也越來越辛苦 最近一陣子母親甚至開始討厭我 我明明什麼事都沒做 我變成這樣都是因為你 如果你們要出生就好了 爸爸也不會和我們分開 哥哥發胸 我不要結巴 到底哥哥兄屁兄 我當時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會說出這些話 欸 你可能 腦袋被驢踢吧 我怎麼知道 拜託 腦袋被驢踢了那麼多 難道我每個都要知道說 你為什麼被驢踢嗎 欸 為什麼你要踢那個 踢人的腦袋呢 你要我去訪問那個驢說 你為什麼要攻擊人呢 他腦袋怎麼了嗎 看起來很糟是不是 為什麼你要踢他 你覺得我會去問這個問題嗎 卡林老師 神經病 我真是傻瓜 竟然還想求愛德的原諒 沒救了啦 我只是希望父親能夠回來和我們團聚 就只是這樣而已 你已經沒救了 好 得趕快找到愛德和媽媽 我不知道那個人會不會傷害我們 而且這個懷錶之前本來也是正常運作的 什麼時候停止的呢 台灣記者會問 哈哈哈哈 看我不是記者啊 我不是記者啊 看我看起來像記者嗎 我比記者還有智商 啊不是 我我我我我我 我不會問那麼白目奇怪的問題 欸 對了這個符號跟懷錶上一模一樣 會只是上面的時間嗎 喔懷錶可以看嗎 可以耶 10 11 12 呃 10點45嗎 真的耶 看他已經有寫了 10點45的話 不對 那1045看看好了 因為我朋友他是新聞系的 我們主管新聞系 我就有一次問他說 欸我問你喔 為什麼現在記者都是那個 都會問那種奇怪的問題啊 他說 啊就想要引人注意啊 呵呵 他說 他們以前學的時候都是要引人注意 我說 幹這個已經降低智商了吧 他媽哪來引來注意啊 啟動了什麼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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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居然藏了一道門 我說幹這不是引人注意不注意了吧 這已經是降低自己智商了 喔喔喔喔 這是密室嗎 這裡是 居然有這樣的地方 好像已經很久沒打開過了 裡面的空氣讓你很不舒服 不適合 被鎖住了 就是這個了 銀色小鑰匙 看來是使用在這 出鐵絲 先拿著吧 或許哪裡可以用到 裡面放了很多看不懂的文件和書 像記者反問老伯伯 伯伯伯伯伯 大伙為什麼不趕快跑 阿卡瑪西馬拉罩 欸 這是日記本 還是母親的字跡 只有幾頁還看得清楚 要賭嗎 來看 他從以前就是這樣 老是把工作當藉口 一個月就回來那麼幾天 內心總有說不出的寂寞 只是他停留了很久 本以為他會一直待在這裡 沒想到他又離開了 不過也因為他 讓無依無靠的我有了現在安穩的日子 而且還有卡特這個孩子陪我 我也不再胡思亂想 身體的狀況也好了很多 嗯 他媽媽應該有得到憂鬱症 產後憂鬱症之類的吧 我不知道 卡瑪媽喜歡他 最好白不白癡 就跟記者跑去問牛說 你為什麼要攻擊人一樣 滾 這個 這個問題 實在有點猛欸 不是阿 你怎麼會跑去問牛呢 你問貓還 問貓問狗都還比問牛好阿 貓跟狗搞不好會 那個反應一下 狗應該直接跟你握手 貓應該是直接不甩你直接回頭 你問牛 牛在那邊吃草誰理你阿 就是他離開一段時間後 我發現自己居然懷了身孕 已經過了那麼多年 上天還是願意再送我一份這麼珍貴的禮物 我一定要好好保護他 要問 為什麼出了車禍會摔到什麼 小姐小姐 剛剛摔倒你有沒有怎麼樣 為什麼要走那邊 幹真的是沒智商欸 幹真的台灣的那個記者的水準都被他們降低光阿 不是我們喜歡放大 是他們就喜歡這麼做 讓我們去放大檢視 對不對 有些人說什麼阿 阿你為什麼不去看好的 你要去看壞的 阿阿好的就跟正常一樣阿 阿壞的 壞的就在那比較突出嘛 很突兀阿 這怪我們嗎 哈哈哈哈 這天我帶著卡特準備到城裡一趟 雖然路途有些遙遠 但至少得要買些對孩子們有意義的東西 到城裡沒多久才過第一個街口 我居然看見自己的丈夫抱著一個孩子和他有說有笑 身旁還有一位陌生的女人 我以為是我看錯了 便慢慢的靠近 她似乎有注意到我 卻當作什麼也沒看到 還快速的將他們兩人帶離 頓時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她不願意回來了 她想和我解釋 但我什麼也聽不進去 就這樣吵了好多天 這都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愛上她 也不應該把她束縛在這裡 最後我把她趕走了 要她回到真正的家人身邊 我告訴她 不要再回來了 希望她不要從我這裡拿走你曾經給我的一切 就讓我好好的在這裡生活 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可以照顧他們 喔 所以她媽媽是小三喔 要不就是頓的重點很奇怪 她媽媽應該是小三啦 我覺得 然後那個 另外一個女生才是原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叫什麼 迪...迪恩 一開始出現在迪恩應該就是她的弟弟 同父異母的弟弟 我覺得有可能 她應該是同父異母的弟弟 今天收到一封信 是那個男人的信 為什麼還會知道愛德的事 我明明什麼也沒說 這麼多年來 我也從來沒再到過程裡 而她寄這封信的用意又是什麼 這也是我們的家 她們是我的孩子 她分明是在搶走她們 今天 我會問問她的意願 要是她不願意 會永遠把她們留在這裡 所以我花了一點時間把那個東西找了出來 雖然只有一個 但我會確保她們睡著後再使用它的 現在記者在淹水現場 大家看看這邊的水位在不斷的升高 水位已經... 到達記者的小腿 她可能是想講什麼 然後突然忘記 忘記了 好先停一下 隨便講一個 到達記者的小腿 可能啦 最後還夾了一封信 親愛的艾瑪 我知道突然寫這封信給你有點唐突 但我必須了解愛德的情況 為什麼當初不願意先跟我說 這是我的錯 或許我們就不必繞成這樣 我打算過幾天會去看你們 我希望暫時能把愛德接過來 成立的醫療完善 我想這對她的病也會有所幫助 就當作是我對你的彌補 等到身體狀況恢復後 我再讓她回到你身邊 你應該能諒解吧 蛤 她諒解個屁啊 她覺得我不會諒解好嗎 我想到之前那個 不是有個新聞也是講 那個什麼 那個測量 陽台有多長 她說 她說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就到我的那個記者的小腿而已 誰說你小腿多長啊 重點是要我們放在你的腿上 還是陽台有多長啊 你仔細看很多外景記者 所謂說的頓點都在很奇怪的地方 下一句就是他們自認的頓點 想起 放水的新聞 那一戶人叫 放水 什麼放水 你是說那個500公升就是那麼多那個嗎 500毫升就是那麼多那個嗎 還是另外一個 這什麼放水啊 我不知道欸 如果錯過哪一個新聞 只是放水呢 沒想到 現在真的想不起來 那個人是 父親 你是 卡特 是我 我真的好想你 你什麼都沒有回來呢 對不起 好像親 好不容易親得差不多 又被放水親了 有時候他們做事真的是 我不知道他們是故意的 還是真的是沒有想那麼多 如果是故意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真的 只是在滑動虛蟲 可是 如果不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故意的 我只能說 他們能不能先動動腦 他們不能只動 不能只動鳥 一定要動腦啊 雖然很多人都常常說 開玩笑說什麼 動動腦的也動動鳥 可是 你至少要先動一下 你有的東西吧 你有的東西 你不去動 你去動你沒有的東西 何必呢 小楊說那個 喔那個 我可能沒看到啦 對不對 你幹嘛要去動你沒有的東西 你要去動 你有的阿 大腦才是最重要的阿 你動下面沒用阿 下面只是為了傳宗接待阿 對不對 重點是你有沒有都傳宗接待 還不知道耶 媽耶 很白癡耶 他們都幾乎不動腦了 當然有可能他們兩個都沒有阿 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嗎 對了 你今天怎麼會來成立 你母親呢 因為要拿艾德的藥 可是母親需要整理菜園 所以一直都是我代替母親過來拿的 艾德 是弟弟 父親太久沒回來所以不知道吧 父親離開沒多久 母親會發現自己有愛的 幹原來是你出賣他了 呵呵 難怪他會知道 不過他身體一直很差 要按時拿藥給他吃 但是 醫藥費實在太龐大了 最近開銷也越來越緊 難怪你在這個時間會出現在這裡 欸 學校沒去了吧 記得你之前很喜歡念書了 沒辦法去學校應該讓你很難過吧 不過 你真的很體驗 為了弟弟這麼努力 你的母親 還好吧 怎麼了嗎 其實 他的精神狀況一直都很不好 所以有點擔心 他會對你們做什麼不好的事 不過看你這麼有精神 嗯 我就放心了 嗯 當初是我先愛上你們母親了 算是我的錯 而且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你們 希望 不要怪他 什麼意思 為什麼是父親的錯 等你再長大一點就會明白的 我知道了 這樣好了 你的生日也快到了 不如 我就那天去看你們如何 真的 沒想到父親還記得我的生日 我真的好高興喔 哼 當然了 在這之前我會寫封信跟你母親說一聲 那 我會在外面等你回來 就是外面的那張椅子 我會叫媽媽和艾德一起 我知道了 你來這一路 這趟路也累了吧 要不要一起吃個飯休息一下 可是 已經很久沒和父親見面了 而且只是吃個飯 嗯 晚點回去應該沒有關係吧 有人點讓你玩你宣誓的歌曲 什麼歌啊 帥的聽聽 雞肋鏡圖嗎 哈哈哈哈 嗯 那就一起吧 難怪你會被你媽打 那天偶來在城裡遇到父親 就把家裡的情況都告訴了他 還以為父親終於能結束了工作要回來 沒想到他居然想把艾德接走 我還叫母親艾德明天一定要到外面等我回來 因為我是想偷偷先去接父親 然後再一起過來 煎熬 剛好遇見你 喔 你說那個 李玉 什麼 李玉剛喔 還是誰 因為我剛好遇見你 留下吃 欸 留下足跡才美麗 那一首嗎 那一首我們整天在辦公室都在聽那一首 我們整天在辦公室都在聽那一首歌 我聽到我現在自己聽 我也在聽那一首歌 離不開了 就整天在聽那一首 那一首還不錯欸 老實講 如果想聽的話可以聽看看 剛好遇見你 真的還不錯 母親的精神狀況一直很不好 而且那些藥也沒有在動過 不知道看她那樣內容 她會不會受不了 母親會怎麼做呢 不想再看了 抽屜卡住了 可以稍微拉開看看 你可以看到有把鑰匙在裡面 要送什麼細的東西 就能把它勾出來 可以聽看看 阿蘭可以聽看看 真的還不錯 那首歌好聽 應該是粗鐵絲吧 那應該是用老虎錢 折彎 然後再用那個粗鐵絲 勾到 太好了 勾到了 客房要12 應該用不到了 呵 直接把我丟掉了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